四川系和嘉宇同學創作了繪本樂巴士 描述原本過著單調重複生活的小女孩 有一天搭巴士掉進了個洞 來到另外一個世界因而看見不同的風景 他希望透過這個故事鼓勵大家發覺生活的感動 開心得過每一天 因為他就是在了幻境裡面才能發 才有時間去好好的發現 就是生活中沒有 平常沒有發現的那些小細節 小確幸這樣 譬如說哪些算是他平常日常生活中 稀以為常但是沒有發現的小確幸 可能就是像比如說有一盆花在那邊 可是他每天都是走過去走過去 可是卻都沒有好好的停下來觀賞他這樣子 災難取名為童樂會 象徵這是同學共同創作的舞台 開開心心展示學習的成果 活動總共展出17個故事大約90本的電子書 二年一班跟二班兩班各組的故事裡面的一些 比較代表性的物件 然後再重新組織 就是用我的 我自己再重畫一張 然後再做成這張海報這樣 圖書館館長宋秀娟認為 同學的作品清新自然 生動活潑富有童趣 資本繪本和電子書各有不同的風貌 閱讀作品的同時 心情也會跟著愉悅起來 大藝人新聞 留情下午李閨妹採訪報導